我們現在上的東西叫電磁鐵 我們首先其實是跟電沒有關係的 就只有磁的部分 只有磁鐵的部分 古時候把那個可以吸鐵的東西叫做磁鐵 那這種可以吸鐵的性質我們稱為所謂的磁性 而現在不管你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 只要你能夠吸鐵的 我們通通都叫做磁鐵 它其實會吸引的不只是鐵 它應該說它會吸引的叫做磁性物質 鐵估念是磁性物質 鐵估念是磁性物質 所以都可以被磁鐵吸引 這裡面其實還有更多更複雜的學問 那個都是高中以後再教 我們國中只告訴你有些東西會被磁鐵吸引 我們稱為磁性物質 有鐵估念 這裡有寫個部分合金跟部分氧化物 鐵估念所做出來的合金或氧化物 它不一定是磁性物質 有些是有些不是 跟它的一些內部的構造東西有關 比如說我們國中程度的不鏽鋼 就是所謂的非磁性物質 國中程度的非磁性物質 但實際上現實生活裡的不鏽鋼 有些不鏽鋼是磁性物質 可以被磁性物質 可以被磁鐵吸引 有些不行 那我們不管 我們就只告訴它 不鏽鋼是非磁性物質 塑膠是非磁性物質 所以有些可以被吸引 有些不能 那麼這邊有一個小段的影片 這影片其實有點無聊 就是看它能不能被吸 但是這是以前舊課本的實驗 就讓你一試試看 誰能夠吸 誰不能夠吸 誰是磁性物質 誰不是磁性物質 還蠻無聊的實驗 不過就是課本實驗 然後呢 這是以前歷史交過的中國四大發明 有記得嗎 有 那 我要 照紙 印刷術 那我們要教的就是 羅盤指南針 羅盤指南針可以指示方向的 羅盤指南針可以指示方向的 那是我們要教的內容 那麼 這個不會考 這個內容不會考 看一下就好了 中國人很早見就會利用詞詞了 這個是 這個是 所謂私南 這個東漢時期就知道 池針可以指示方向 有人做了一個指南語 這個指南語有類似題 當然會出現 當然有類似的影片跟題目會出來 就是這個會晃來晃去 自由擺動 然後就會固定的指向南北方 那這個 後面有影片跟題目 OK 然後呢 這個是 大 後來就是利用發明的羅盤 可以指示方向 所以呢 才可以發展大航海時代 傳到西方之後 才會有大航海時代出現 傳說皇帝大戰師有 發明了一個指南車 可以指示方向 這個指南車上面 沒有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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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磁石 就是齒輪的原理 你父母親開汽車的時候 汽車方向盤 打半圈 打一圈 打兩圈 放手之後 方向盤會自動回正 指向車頭的方向 就是 差速齒輪 會讓它保持固定的方向 當然 汽車是要固定朝 車頭方向 不會固定朝向北方 要去撞拼 所以但是 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 指南車這邊是沒有 沒有磁鐵的 它就是用齒輪的原理 但是下一個是會考的 我們會教你 然後考試會有人會問你 誰發現了什麼 誰看到了什麼 這是 考試可能會出現的 因為大哥他首先指出來 地球就是一塊 大磁鐵 所以地球有磁場 所以指南針可以指示南北方向 我們會教你這個二十二大人 發現了電流會產生磁場 電流磁效應 安培把它發揚光大 所以你會學一個安培右手定者 然後 有一個人發現了電池感應 然後呢 會產生電 所以發明了第一個發電機 這些是有人會考 有人會問你 問你 誰發現什麼 誰發明什麼 先生 就是會問你 然後呢 現代的科學上 電學跟磁學已經合而為 叫電磁學 所以我這本講義的名稱叫做 電磁學 只是我現在教你的跟電都 沒有關係而已 沒有關係 然後呢 這個電磁學有很多的運用 就是寫了一些運用 直接看看就好了 因為這裡的東西 大部分都要絕種 錄音帶差不多應該也絕種 然後電腦企業店 應該差不多也絕種 家裡有都不用講了 你爸媽媽跟我年紀差不多 我小時候都聽這個 現在沒有在玩 現在哪有人在聽這個 然後呢 新運用卡的池條可能還在 新運用卡的池條可能還在 可是很多感覺都是IC的 不過池條還是在 所以這裡 大部分都與新運用絕種 但是過去的年代 它發揮了非常多的功用 這是所謂的 近代磁學的部分 讓各位首先介紹一下 簡單的介紹 什麼叫磁鐵 然後那些 一些現象中 要讓你了解就可以了 OK